新北市土城發生民宅 火警一對母子一度受困 消防人員趕抵民宅 抬頭一看 窗戶冒出陣陣濃煙 甚至從二樓的鐵窗 還看得到火勢 這處民宅起火了 而且裡頭有人受困 只見一個個打火弟兄 邊跑邊著裝 火警現場一旁就是消防分隊 第一時間即刻救援 使用破壞器具試圖撬開鐵門 火事還在延燒 屋內則是有對母子黨陷入昏迷 所幸經過及時搶救 不僅將火事給撲滅 也順利救出受困的民眾 事發在十四號下午 土城京城路上的一處民宅 二樓竄出火事 四十三歲的母親和八歲的兒子 被農煙嗆暈昏迷在屋內 一旁的新北消防土城分隊人員 用最快速度前往救援 而母子黨送醫後恢復意識 台北市也有熱血的遠景即刻救援 台北市也有熱血的遠景即刻救援 一名騎士心經十字路口 遭轎車當場撞飛 所幸一旁救世派出所 值班遠景見狀立馬衝上前幫忙 阻止了二波追撞發生 騎士雖然被撞飛 摩托車還翻滾了好幾圈 所幸送醫後肩毀一命 記者綜合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